澳洲總理艾班尼斯4號晚間 專機抵達上海紅橋機場 是7年來首度有澳洲總理訪問中國大陸 艾班尼斯一抵達上海 當晚就跟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 一起走紅毯握手 隔天更是上海進口博覽會的重要嘉賓 過去7年澳洲跟中大陸曾經發生影響數十億美元貿易的外交局域 現在兩國試圖改善關係 北京當局也藉著上海進博會向外資信心喊話 我們將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則 市場準落 落實好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 外資準落限制等相關政策 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除了參加上海進博會 艾班尼斯6號轉往北京 會晤習近平 預料將提出對南海緊張升高的關切 外媒指出即使價值觀戰略上澳洲都不在同一陣線 但是經濟依賴難以斬斷 澳洲尋求當個美中競爭之間的中間角色 TVBS新聞章正明成日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章正明成日文綜合